太子来了 太子来了不也那么回事 照样苛扣咱们的军粮 照样苛扣咱们的响银 这太子殿下不是带来了二十万两白银吗 足够给我们补发三个月的响银了吧 听说了吗 这次池元汝宁朝 太子殿下还从重王府要了二十万两白银出来呢 四十万两白银呢 足够咱们半年的响银了 那为啥还仅仅给咱们发这么点啊 不会都进了太子的腰包了吧 你们几个都给我过来 小的们参见殿下 小的该死 小的满足鼓竹八道 还请你殿下饶命啊 你们刚刚说 自己的响银没有足额发放 发了呀 发了呀 都足额发了呀 放屁 说实话 你们这个月到底发了多少响银 回殿下的话 小的 小的作为小旗 每个月有响银二两 前段时间朝廷迟迟没有运送军响过来 我们几个月来 仅仅发过一次响银 其余的都在拖欠着呢 这一次殿下带来了大量的军响 小的以为 即便是步步其拖欠的军响 起码也会保证 接下来一段时间足额发放了 可没想到 没想到 我们还是只能领到五成的响银 小的这个月 只有一两的响银 军中所有的将士 都没有能够足额领取吗 据小的知道的 每个总兵营的将士都是如此 具体将军们领了多少 小的们就不清楚了 总权 立即给我将都市与侯大人请到军长 我有话说 无论他们有什么事 都给我放下 连同几家总兵都给我叫过来 一刻钟的时间不到 军法从事 陈等参见陈等殿下 殿下 何是这么着急 将陈等召唤过来 司徒师 本宫问你 本宫到日 曾经对你说过什么 这个 殿下岑言 十万将士奋力搅贼 为国尽忠 朝廷若是不能让他们得到应得的 大明就是不配拥有十万将身 自殿下到日 军饷足额发放 可是你们做到了 这些将士 都是来自大营各个兵营 我们一个月的军饷刚刚发放下去 他们领到的响饮不足六成 甚至连大军的口粮都要可口 你 作为三军统帅 给本宫一个答复 殿下 此事从何说起啊 陈来之时 正在与侯大人商议 因为战事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结束 朝廷后续两想军资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送到 势力方才决定 每个月继续发放办相 这还没有实施呢 他们如何会领办相 侯大人 你知道吗 都师大人 我只管放下 正因为前日 我批合了一个月的拳饷 感觉后续的攻击 可能会出现困难 所以才找你商量啊 前日方才批合 后续下官 还没有来得及跟进呢 你们两个 一个是都师 一个是参赞军务的两草官 竟然对发放军饷一事一无所知 你们这几个总兵 有一个算一把 给我说 到底苛刻了多少银两个军粮 启禀殿下 如今正在大战之时 别的时候 我们苛刻点响应也就算了 已经要孝敬长官 打点一些关系 可是 现在谁敢苛刻 实在是渝州 就发过来这些 我们也只能按照这个数额发放 渝州一共发过来 多少响应和军粮 六成 确切地说 只有不到六成 因为粮草的事物 都是太子跟侯大人在管 我们不好多问 只能运过来多少 就发多少了 精锐大营合发六成 普通主力合发伴详 张志祺这个混蛋究竟在搞什么 竟然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殿下 这件事情只怕跟知己大哥没有什么关系 您让他在宇州 他的职责是负责宇州防务 保管军饷 可是 他没有权利调拨军饷呀 那这军饷 到底是谁在管理 牛成虎 殿下 这一次将牛成虎调回宇州接替张志祺 也是因为他平日里就监管着军中军饷 所以趁将他调回宇州 接替张志祺 只是 牛成虎能有这么大的胆子 这个时候苛扣军饷 殿下 还有吴恩堂呢 当初 您不是让他协理军饷吗 他就在宇州 调拨军饷 正是他的职责所在 吴恩堂 太郎 立即旌旗前往宇州 三天内 我要看到吴恩堂 还有 让张志祺先不要过来的 给我盯住了宇州的军饷 任何调拨 都必须看到本宫 与都市大人的首领才行 墨教 吴恩堂 参加殿下 不知道殿下这么急 招墨教回来 所为何事啊 该死的吴胖子 你狗日的吃了雄仙豹子胆了 竟然胆敢谈墨军饷 你对得起殿下对你的栽培吗 还不赶紧向殿下请罪 你想死了吗 殿下 墨教 墨教 吴恩堂 你是自己说 还是想要让本宫动刑 逼你说出来 苛扣军中粮草想淫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 这个 殿下 墨教冤枉 墨教冤枉 长颖林 将他绑了 挂到外面的旗杆上去 晒他三天三夜 看他说还是不说 殿下 这可是咱们自己的兄弟啊 放屁 本宫没有这样的地手 难道想要我亲自动手吗 吴恩堂 军中粮想可都是经你手的 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你竟然还敢说自己冤枉 我想死的话 就赶紧认罪 殿下 墨教受您教唤 哪里敢做这样的事情 实在是这件事情背后牵扯不小 墨教不敢牵累殿下 放弃 牵累我 怎么牵累我 即便是牵扯的人再多 本宫也要一查到底 便是他孙传庭探末了 我也要让他一钱银子不少地给我吐出来 说 究竟牵扯到了谁